其實昨天這場抗爭 真的帶給大家莫大的樂趣 我剛才看到高嘉瑜在唱歌 以後立法院下班之後 就請高嘉瑜唱一首歌 他唱完再走 沒有人敢來佔領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昨天這場戲其實我看 我一直在強調說 台灣一定要有一個 強有力的在野黨 不管你哪一個人在朝在野 一定要有一個在野黨 要監督嘛對不對 可是我看到這個國民黨 這樣的話我真的很老闆 那天剛開始我想說 他們要堅持三天三夜 真的 對不對 他進去之後 我們在群組裡面 很多朋友就在討論 我就在裡面發起一個運動 我講說你今天要三天三夜 一定要讓人家知道你的堅持 對不對 對 你要告訴人家說 我今天不怕熱 對不對 女生穿泳裝 男生打赤膊 全部跟你長期抗戰 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在裡面吃麻辣火鍋 吃薑母鴨 喝薑茶對不對 你讓人家知道說 我有抗爭的決心嘛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很多朋友才響應耶 可是隔天一早早起來說 奇怪 他們還沒有打電話去 頂要夾戶火鍋 這麼不厭 還沒打電話去而已 我們來散電話 散電話 這有夠漏氣的 你看那個林維洲 其實我們那天一聽到這個 我就發現說 糟糕了 這個不可能會長久嘛 真的 他在講說三點數九是開燈開冷氣 撤足不相關的人 我聽到開冷氣我就慘了 很多觀眾朋友對不對 你如果去佛教團體的話 你打禪氣有沒有 有人去打禪氣在開冷氣的嘛 你怕要去抗爭 假司你自己傳好聖對不對 你不說接下來隔天早上 是不是還要叫個早餐對不對 半夜還要叫個宵夜冷飲 對啊 所以你要自己傳對不對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賴四寶 冰角就有了 你有看 電風扇躺在那邊 你為什麼知道一個人要在這邊 你為什麼不多叫幾個冰塊對不對 真的 看幾個人叫幾塊嘛 對啊 自己可以在那裡送對不對 而且你看接下來 這個準備了鐵鏈 鐵鏈是有用到嗎 對 被人家那個民進黨的油花撿 一撿之後就整個衝進去 這個搞什麼 鐵鏈變成道具 這是拍照的作秀用的嘛 是誇張耶 那個時候 其實我國民黨這一次表現 我最支持最贊同一個人 我最贊賞一個人 誰 那個人叫葉玉蘭 葉玉蘭 你看葉玉蘭 他氣炸鍋會用對不對 連噴雞 你看人家都說 噴雞也這麼專業 你看 而且你知道嗎 葉玉蘭真的是會作秀 愛作秀 也很會作秀 你看 我們那個吳叔叔 吳伯伯有沒有 剛開刀而已 他就把他 請出來你知道嗎 人家說這是 五五婦千歲你知道嗎 吳三王爺就請出來 你看 而且還把他抬到現場 有沒有發現 這種抗爭的行動 這才叫抗爭嘛 你知道現場支持者多感動嗎 對啊 我看到葉玉蘭 推著吳思懷出來 全場歡呼 我眼淚到掉下來了 眼淚到掉下來了 眼淚到掉下來了 我沒辦法來這裡騎 沒辦法騎 我用坐也來 國民黨還說 怕這個三寶來 你看這三寶多改人 我跟你講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我怕這三寶來 我說葉玉蘭 愛作秀會作秀 可是這幾個人 腦袋不大清楚 他有失控的場面出現 可是說實在講到作秀的話 國民黨會輸他們 那我們再對照一下 什麼叫抗爭 你有沒有看到人家 民進黨的郭國文 飛援走壁 天啊好高喔 但是我們現場還有一個立委 叫做林俊憲 對啊 前五個衝進去的 我那天看到林俊憲 你知道嗎 腳踏多扭 真的是可能有學過林波為步 我們平常都不知道 他伸手這麼矯健 我那天看到人家 撒一團麵粉 撒一堆麵粉 之後就看到林俊憲從裡面 突然間走出來這樣 而且全身沒有沾到麵粉 你看多厲害 可能動作太快了 所以來不及拍這樣 所以就跟你講 人家這個才叫抗爭嘛 那是 有練過的啦 我就跟你講說抗爭的時候 而且你知道嗎 人家一衝破之後 也沒幹什麼 真的我真的懷念起 那個朱高正來你知道嗎 趙薩康不是笑人家說 這叫什麼抗爭 那看了都受不了對不對 對啊 想起以前趙薩康明明就打不贏朱高正 他還是上去被打 你看人家這種才叫抗爭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國民黨學一學 不過我真的看到這個黨這樣下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個黨實在是 你今天規劃了兩個禮拜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還保密到家 問題是你到裡面之後 你連路線你該幹什麼 裡面要量一下溫度 量一下什麼東西 你都不知道 你連地形地霧都沒有勘察的話 你去跟人家抗爭什麼東西 所以就覺得說國民黨真的是 你要學一學 那很多人還在講說 這只是抄兵對不對 我抄兵我還很滿意啊 我跟你講這哪叫抄兵 真的 這我跟你講 江啟成我真的 這一次的抗爭之後 我決定 我真的是宣告江啟成的 世代結束了 我跟你講 江啟成覺得說什麼 我隨時還會再來對不對 對 那你帶了這些兵又不能打仗 你隨時再來是在來什麼 真的來又能怎樣 對啊 來的也是拍照留念而已對不對 你隨時來要幹什麼 而且那個鐵鍊啊 聽說還不夠 還要限時一分鐘拍照 我再跟你講說 這一次其實說實在話 江啟成為什麼會突然間搞這一拖 你知道嗎 因為他想要分戰一個黨內的注意力 要一致對外 看能夠團結他們的士氣 對不對 你看江啟成上來之後 他連一個路線之爭 他說他九二共識 黨內一些老頭就把他教死了 他說你這小子不要亂說對不對 這九二共識是神主牌 你怎麼可以拿去燒掉 對 那接下來呢 他講韓國瑜 我今天講韓國瑜 借屍還魂 他在國民黨裡面英魂不散 你看那個閒李梅貞有沒有 他連補選高雄市長 他就告訴你說 你要給韓團隊再一個機會 當初人家94萬票 就是要把你韓團隊給幹掉 你竟然說又要給他一次機會 你不是跟高雄市民對幹嗎 而且說實在話 你說今天佔領 整個佔領立法院的話 李梅貞包車都要把那個 支持群眾叫上來 對不對 你要選高雄市長 國民黨這麼大的事情對不對 我說實在的話 要是我就動員 我的鄉親朋友 我的支持者 保油攬車 十台油攬車 全部都上來 全部包圍立法院 對不對 這才叫作秀 這才叫抗爭 連作秀都不會 對啊 你什麼高鐵票訂不到什麼東西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白白浪費了一次 國民黨團結的最好機會 好啦 說實在 他可能他們也預知說 國民黨這些理由會動不久嘛 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搞不好還在動員 要包車的時候 車開到一半 要說 蛤 刷庭 那不是浪費錢 車子又要輪車繞回去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起來 國民黨這個零零種種 而且我昨天在強調說 你今天在抗爭這個形容 這次召開臨時會的話 國民黨裡面的要求的訴求的議程有沒有 竟然沒有說考試院 那個監察委員的那個人事提名權 那個同意權嘛 那你你你既然沒有提 沒有提這個案的話 那你今天到底來立法院跟人家鬧什麼 對 他到底是來鬧什麼的啊 對啊 身居也沒提 案名你們自己也要開臨時會 我就覺得說鬧到最後你看 大家老百姓想到的 你搞到這樣轟轟烈烈 而且後來講話又講得那麼大聲對不對 可是老百姓你看一般民眾心裡面想到的是什麼 這只有開冷氣啊對不對 性還沒有人家問說 立法院的冷氣是什麼牌子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整個你的模糊焦點都不見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 抗爭你要把調性抬高嘛 對不對 你今天要抗議陳菊 要抗議什麼的話 那調性都不夠高 你今天有種的話 就跟他講說 我國民黨我不要仇雍 我們今天來廢除監察考試兩院 我把這兩院監察廢除掉的話 大家都不用仇雍都沒有什麼 我下定決心啊 我國民黨以後如果哪一天執政的話 我也沒辦法去仇雍啊 這種才是抗爭最重要的議題所在嘛 但是我講一句話 國民黨我笑你不敢 因為他有朝一日 說真的他如果執政的話 他也是要擺平這些人啊 不要讓他有位子坐啊 所以跟你講說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上下交 江啟臣或許他有這個決心要抗爭要幹什麼的話 可是你看到這些立委的表現 說真的 只要開冷氣那三個日子 我就跟你講這個董沒希望了